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小杰英尼 今天小杰要听到了一位重大体的动物 可以说是华晨正体中文节之中 用部落格介绍推广英尼的第一把教育 金娜姐 哈喽 小杰你好 大家好 我是英尼生活部落格的妮娜 今天很高兴来到小杰的 英尼吃喝玩乐频道 妮娜姐已经来到英尼快十年了 请问一下妮娜姐的部落格已经进行几年了 又是什么人让你想要介绍英尼呢 我是在2009年年底的时候来英尼的 刚来这里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英尼在生活上 对外国人有很多不发片的地方 像是网路上很难找到相关的资讯啊 然后我在2010年的时候呢 我去念了两个月的英尼文 妈咪 当时是先把自己学习的英尼文笔记 整理好之后放在网路上 那开始了之后我就觉得说 既然资讯这么难找 那我自己来写好了 所以我就开始慢慢地把自己在这边吃的美食啊 还有文化经验整理一下 然后再慢慢地写到部落格上 希望可以帮助到以后来英尼的台湾人 哇 妮娜姐就是不简单 我们这种都只能算是超级小咖 要跟妮娜姐学习的地方真的太多了 小杰更是厉害 小学六年级就已经开始进行自己的YouTube频道了 那我想问一下小杰 来印尼之前呢 对印尼有什么印象 还有知道印尼有什么有名的吗 提到这个有名的 印尼除了巴里岛很有名之外 还有几项世界知名的美食 对 没错 今天跟小杰第一次合作的影片呢 我们就要一起来介绍 一样文明世界的印尼美食 知道吗 其实在CNN的旅游频道中 曾经报导过 就是世界的五十大美食 World 50 Best Food 这五十样美食里面呢 印尼的美食就占了三名 而且它的排名都是很前面的哦 真的 印尼的食物好好吃 名字也是 对啊 印尼的美食真的很多 而且你一不小心 就会吃太多 让身材怎么样了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哪三项印尼美食呢 第一个要介绍给大家的是 2017年排名 第14名的沙爹 沙爹呢是印尼的烤肉串 还记得以前 台湾的夜市有一阵子 很流行卖沙爹哦 那印尼的沙爹呢 有分别鸡肉跟羊肉 在烤之前呢 店家会先把肉块用多种香料 腌制一段时间 然后呢再把肉串烤到烤肉台上 烤得又香又酥 是大街小巷 都很容易买到的国民小吃美食哦 像是这样的 那通常呢 店家会附上沾酱 这个沾酱的选择呢 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花生酱 一种是甜酱油糕 像这一家的店家 它的沙爹呢附上的就是花生酱 小杰要不要试试看 好那妮娜也试试看 像这个呢 就是把这刚烤好的沙爹 再沾上香浓的花生酱 吃吃吃 嗯 我也好喜欢这个 沙爹浓浓的花生酱 嗯 因为你的沙爹 会让人像我一串接一串哦 那 那接着呢 要介绍给大家的是 排名第二的 印尼炒饭 它可是连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在2016年 回到印尼的时候 都特别制定要吃的哦 像是这样子的炒饭 好 炒饭它看起来平白 但是印尼的炒饭吃起来 一点都不平凡哦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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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要简单又方便的话 其实你只要加入现成的印尼炒饭酱包 就可以做出世界第二名的美食印尼炒饭咯 那我把这个送给小姐 让小姐下次可以试试看哦 好 谢谢 那最后一项上榜的什么呢 哦 最后一项的美食非常地厉害 它在全世界这么多的美食里面呢 它可是2011年跟2017年的第一名哦 第一名耶 这个厉害 C名就是俗称巴东牛肉的 忍荡牛肉 那忍荡呢 是源自于印尼的舒曼达辣島 它在印尼、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现在都是一道众人喜爱的美食 在比较早以前 其實忍荡牛肉是印尼人在庆祝的时间的时候 才会出现的菜色 那像是结婚啦 或者是生日 这种比较特殊的菜的时候 才会准备这道菜 那煮牛肉的时候呢 当地人他会加入很多很多样的香料啊 还有椰浆 一起慢慢的炖煮而成 它其实最正宗的做法 是要用到18种香料 再加上椰奶 然后跟牛肉一起熬煮 那煮的过程当中呢 它要一直不停地搅拌 它搅拌到这个酱汁 逐渐地变浓稠到变干 像是这样 几乎它的酱汁都已经熟干了 那准备起来非常耗费时间了 其实牛肉经过这么多的时间 通煮而成之后呢 它整个吸收了香料 跟椰奶的精华 那整个肉的口感会变得软爛 那肉之香呢 配上白饭 味道一饼 吃一道无地下饭的印尼美食 这个就是我们点的轮到牛肉 不常吃牛肉 但是我可以吃吃看 它精华的酱汁 它这个酱汁 脚白饭特别好吃 真的非常下饭 那我也吃牛肉给大家 我也吃个牛肉 小杰你知道这个牛肉 尝起来味道怎么样吗 这个牛肉看起来 非常干的 不知道尝起来有什么感觉 这里的人当牛肉呢 口感偏软 很入味哦 每次只要桌上有人当牛肉这道菜 肯定可以让人吃两碗以上的白饭 因为它这个酱汁呢 混在饭一起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可以让人家食欲大增 不过呢 简别时期 最好不要碰这道美食 这样我们吃的世界排名第一 和第二的食物也 真是太了不起了 要特别谢谢 伊娜姐特地抽空和我一起 介绍印尼美食 如果来到印尼 大家别忘了品尝这三样 闻名世界的印尼美食哦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再见 拜拜 小杰会持续地给大家 带来有深度的 好吃好玩的 实用的印尼风情介绍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帮我按赞 订阅 加上小铃铛哦 我们下一集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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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酱汁 搅白饭特别好吃 真的非常下饭 那我也吃牛肉给大家 我也吃个牛肉 好辣哦 哈哈哈哈 香精王我那句就赶快拍鱼 好比较呢 好奇啊 先不要解答 好奇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